每当我回想那一刻,我感到梦境般的难以忘怀,昨天的那颗心,救命了,原来是如此无聊,有一天,陈湘夫妇是否在秘密恋爱呢?这个话题比电视剧情节更加扣人心弦。当杨子和诚意携手演出时,摄像大哥特意提醒两位新人要保持一定距离,一年走得太近。杨子虽然有些不信邪,但还是乖乖听从了建议,微微后退了一些。然而,即使我们做出了所有预防措施,意外还是难以避免。 就在杨子扭头的瞬间,诚意正盯着他的嘴唇看,完全没有料到杨子会突然靠近,不小心的脸对脸,冷得撞到了彼此的鼻子。杨子震惊,以为自己已经有好几里路了,这突如其来的亲密接触完全没有心理准备。 杨子下意识地感到娇羞,一边看着诚意,一边摸着鼻子,因为刚开始还没有意识到鼻子的疼痛。 而诚意的反应也很有趣,一开始被吓到,然后感受到了奇妙的触感,双方对视之间,诚意也目瞪口呆,心跳漏了一拍。 导演非常激动地喊他们,表示这个效果非常自然,非常出色。 这样的反应不是剧本里的,而是源自内心,这是他们之间的真实感受。 诚意第一时间关心杨子,杨子也才意识到鼻尖的疼痛,面露羞涩。 诚意则捂着眼睛,感觉眼睛被亲到,不禁开玩笑说这是什么虎狼之词。 诚意则聪明地用这种隐喻让杨子感到好奇,他像一个好奇的宝宝一样呆呆地看着诚意,脑子里似乎在回想刚才到底亲到了面前的这个男生没有。 这一幕让他们之间的暗恋情感更加深刻,而这种情感又在他们之间产生了微妙的互动,使杨子从一个活泼的女孩变得更加文静,诚意也展现出更多真实的情感。 在拍摄大婚戏份之前,诚意告诉工作人员这是他第一次先盖头,因此他非常紧张,他向工作人员请教如何完成这个仪式,他甚至向指导老师学习。 他满怀信心地来到杨子面前,带着兴奋的心情向他炫耀,然后郑重其事地对他说这是他生停第一次先盖头,感到非常紧张。 然而,梁子鸟却揭穿了这个谎言,用一些讽刺的语言反驳诚意。 这让场面一度尴尬,但诚意立刻解释道,那只是在戏里,他已经演了很多次结婚的戏,而杨子也有很多次,所以不必在意。 这种对话和互动使他们之间的情感更加真实,同时也增加了观众的好奇心。 最后,虽然视频的推送机制是根据用户的兴趣来推送内容,但无法避免杨子无意中刷到了诚意的视频。 这种偶然的相遇使杨子更加关注诚意,让他们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。 杨子变得文静,而诚意则展现出更多真实的情感,这一切让观众们充满期待,好奇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发展。 最重要的是,尽管这次相遇可能是一个意外,但他唤醒了真正的情感和双方自然的反应。 这次意外让他们感到更亲近,建立了特殊的联系。 请始终开放心胸,接受生活中未曾预料到的事情。 有时候,意外时刻可能带来难忘的体验,改变你的生活。 享受生活中的突如其来时刻,珍惜特殊的联系。 爱情和情感往往源自出乎意料的地方。